幽写的午后到咖啡馆享受一杯苦中带香的咖啡 现代人除了要求好喝,咖啡也得赏心悦目 也使得拉花成了时下最夯的艺术视觉饗宴 而韩国这名咖啡欧巴李江斌必定能颠覆您探咖啡的体验 26岁的李江斌17岁开始学习炮制咖啡 在他的咖啡杯里,除了有一般的童话或咖啡人物 就连唯美的凡古大师作品《星夜》也成了他在咖啡上的画布 他在咖啡里面也看到了很多咖啡 和传统咖啡拉花不同,李江斌先会在咖啡上铺一层奶油 再用各种颜色的糖浆制作彩色拉花 这样不只味道好,看上去也五彩缤纷赏心悦目 使得喝咖啡不再只是嗅觉和味觉的双重饗宴 更多了视觉享受,无疑是感官三重奏 高超的拉花技术让李江斌成了Instagram红人 累计超过16万名粉丝 他如今更是开班授课 教导全球各地的咖啡师如何制作完美的咖啡拉花 让他被誉为泡菜国最强的咖啡王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